虎弟OET 快乐临距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虎弟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般的人不会看 看上我的不一般的 你们留不住的男人廖俊涛 我很熟悉的开场白 我们今天又迎来了 我熟悉的老朋友廖俊涛先生 好久不见 我们先来几个热身题 好的 你朋友圈里最帅的三个男艺人是谁 廖俊涛终于选拯天余 毫无犹豫 费果 费果 谁谁和黑哥同时饿了 你会先给谁谁怎么回事 对先给谁谁 因为黑哥其实他吃饭的时候 可以有一顿 就是他可以吃一口 然后再休息或者再吃 而且黑哥也很胖 建议黑哥少吃多餐 所以如果两个都饿了的话 会先喂谁谁的 你用两个词形容一下 你在巡演上的舞蹈选评 不行和风躁 就又不行 又想给大家做的动作很标准 结果就反而变得了 很喜欢这些风骚的姿体 你是不是还会想吃饭 哈哈哈 我经历了 歌迷期待已久的queen car 北京厂会不会安排上了 没学会啊 还没说 这个没学会 这个这个这个我会 queen c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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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去看 kdb会有朋友一直点你的歌来唱吗 你尴尬吗 就本来没有怎么去过kdb了 但是会有一些去kdb的朋友 以及同事他们会 对着屏幕发电我看 我其实隔着屏幕都觉得尴尬 远距离的尴尬 但是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玩 大家比如说聊聊天 然后小酌一下的时候 大家会放一些以前的视频出来 我也觉得很尴尬 只要是强制性投屏 我猜我不注意 他没有 你写歌词的时候 为了押韵 有没有过绞尽脑汁的情况 我没有因为押韵而绞尽脑汁 因为我觉得还是以内容为主吧 他口吻更重要一点 就是李咬子的口吻 给听众听起来会舒服一点 哦 驴师 你会不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 看看大家怎么评价 我以前会演出完 偶尔会看一看我的超话 就是检查一下自己这一场演的怎样 你看今天的天气也很冷 你觉得在北京过冬 必备的三件物品是什么 加湿器 秋裤和拉面 是挺冷的 而且我觉得北京的冬天来得特别的突然 他就没有怎么秋天的概念 也就先过去了 跳舞下是不懂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走心采访环节 刚刚不走心 刚才是让你热一下身 好当 好当 然后 作为一年一张专辑的劳模 请给路人粉丝安利一下你今年的新专辑吧 今年新专辑是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 在曲弓上面和编配上面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 可能跟以往大家对于廖俊涛 以前那些老的歌 可能有一点的小说 相比之下有小说 但是依然值得一听 不听你就亏了 新专辑的第一首歌 还名字非常霸气 叫做 关门放梗儿 你是第一次做这种片 就是比较重心的一歌曲吗 是如果是把它给制作出来的话算是第一次尝试吧 因为我之前现场版有演过 有一个首歌叫做别跟我说话 我们也把它做得比较相比的说重一点 然后正式发行的话 这是第一首 这个歌是什么 这首歌我看有一点发疯文学的意思 你平时喜欢发疯的人吗 发挤文字 我把你觉得不把你说的是 真的是 是吗 是 我觉得是的 还可以 那你这首歌是不是在阐述 与其内耗不如发疯宣传的 是有这个意思 我知道 与其发疯 与其内耗不如发疯 就是说 这首歌是不是在阐述 与其内耗不如发疯宣泄 有一定正常的意思 有一点 就是大家需要宣泄 没必要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面 需要有一个环境 或者是一个情景 你去自己发现一下 不然会越来越难的 没必要去刻意地 做一个圣人 做一个好的 就为难自己该发疯的时候 发疯就得了 我觉得当带着东西需要发疯 但是我觉得找个好处就行 你新专辑的一首歌 是你写给歌迷的歌 当你在说爱我 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呢 这个其实他的曲的动机 是我有一次去出差的时候 在路上把琴带着 在酒店无聊 然后就把他吉他的动机给写出来了 写出来过后 然后有一点莫名其妙 就把他动机里面的一句旋律 旋律 带着歌词给唱出来 就是当你再说爱我 然后我觉得 跟整体都还挺搭的 然后就下面发展了 把自己想说的一些话语写进去 你要遇到理解万岁吗 理解万岁 最终究竟是在讲一种遗憾和示范吗 其实不是 但是他 我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两段是对立作为主歌 就是你从事我从事你从事我从事 他其实代表可能不是一个真真真正的感情里面的故事 我觉得你你把它带出什么都行啊 嗯就是可能你一开始觉得很好 后面又产生那些误会又分离 大家当初说理解万岁吧 他不只是感情什么都行 你这首歌的前奏也非常非常好听 今天我看你也把吉他 这不是你们要求我拿来的吗 什么叫你看我大眼其他 明明就是你们比我拿的 还好吧我只是活泼 你收钱吧好吗 你还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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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前奏你能不能现场给虎弟 不是还不是很让喊是你想听吗 我们也聊聊啊 你说的对这首老歌 这一版和六年前的新版本有什么不同吗 或者在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和当时的心境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这一版可能相对来说编曲会比较 大气和成熟一点吧 他也段落比较完整一点 因为之前在节目里面 考虑我们直播的时长会砍掉了后面半节的主歌 现在把整个完整的给放出来了 就是我听说到了歌迷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他们听这首歌现场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不是有一段副歌的时候打版 歌迷想听这个打版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乐队化了过后 就是编就是配置做大了过后 如果我在里面打版可能会有点捣乱 所以我们就在地段副歌的时候没有打版 这个来说确实是小遗憾吧 但我看后面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继续打试一下 你的中二程度十分满分的话 你觉得你会有几分 几格分吧 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就平时偶尔可以乐呵的嘛 乐呵的就还挺好的 所以挺重要的 因为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 可以读出自信的部分 有一句话是说创作者 大多数都是不快乐的 因为创作者大多都是敏感的人啊 敏感的人往往会比别人情绪多一点 猛烈一点 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算是吧 然后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创作者 是敏感的人 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喜欢听歌 听那些侥幸的歌也好 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敏感的 大家就想办法脱明吧 今年你的巡演一直如火如荼的 开到许多的地方 最吸引苦地我的还是你的造型 我觉得你的每一场装造都很有用心 你今天常缺帮妆 眼泪装 栽红装 还有很多不秀 真空外套 长袍外套 丝绸发衬衫 还有西装进展 等等等等 发型上有很多常识 你的这一想法是你的想法 还是工作人员的想法吗 嗯 这个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 所以连这个功课是谁做的 还挺确的 是我 那我也不信 我也不信 大家去扒一扒他 他看他社会做那种的人吗 都会做那个工作的人吗 我一定不像纪念 我一定当然会做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装造 对于就是我们的同事们 以及装发老师和造型的老师 都是一种挑战吧 第一个挑战是 在我身上做一种大量的尝试 不知道他那个 一定是不是适配于我本人的 所以要先上 就是上手才知道 还有第二个挑战是 他呢 就是我们有个装造 可能会比较夸张 对于观众和听众来说 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 巡演嘛 就根本巡演就是好玩 才行才重要 对 清单刮水的东西 大家看的已经够多了 以前清单刮水的装造 就偶尔就玩也玩 走走装造 这样还挺好的 而且 我们这一轮的巡演 它的跨度还是有 有热 在夏天到秋冬嘛 有热的时候 有相对凉快点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造型这一块 有很多可以调整的空间 他不是说你夏天里 就只能可能 尽可能少了穿 我们天气凉了过后 我们可以有很多别的商品搭配 嗯 他这么多造型 你最喜欢的就是什么 其实都蛮喜欢的 都蛮喜欢的 当然最喜欢的就是 今天在这里拍摄的一些东西了 都太喜欢 太好了 还好吧 我只是 就是破了我廖军头的极限 哈哈哈哈 今年从第二演帅哥 变成了我们之前讲的 第一演帅哥了 你有你 你对决的吗 不敢沟通 这个交给大家来评判吧 难道我每天就照着镜子 嗯 你第一演帅哥 然后没人造型 我又照一遍 然后我每天 对我一照镜子 我又爱上自己 然后我一照就 你比刚刚前两秒钟要帅 然后再谎言 上个厕所人又帅了一点 我得这样啊 父亲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这叫努力 哈哈哈哈 群演的歌单都是相同的吗 那如何去保持这个演帅的新鲜感 嗯 其实大致的框架是相同的 就是整个学院的歌单都是相同的 因为我们 呃 如果老改歌的话 每一场改歌的话 可能有的歌 大家就真的也听不到 他不是说每一场 听众都是从你的地儿赶过来的 也有只能呆在这个地方的听众 嗯 他 所以他也想听到前面你唱过的歌 嗯 所以我们会设计一个小环节 就是把一些可能没有唱到的歌 专门拿出来轻唱一下也好 或者是给大家来两段也好 就这样子 因为确实 廖康太有才华了 写了太多太多的歌了 那就是 太多优秀的作品了 没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在台上给大家演艺完 只有呢 嗯 改变那么一点点 是一个小环节 在一个小环节里面 尽可能满足大家想起来 嗯 就会照顾到很多 呃 方方面因素的观众朋友吗 嗯 我应该知道没错 真的要给我猜吧 哈哈哈哈 为了我们虎逼了 这一次原因的 这一次很大 哈哈哈哈 你是爱人啊 我应该两个都有 就是我在之前 有段 就短时间内测了两次 嗯 就是一次爱一次 那么一亿吗 一对 一次爱一次亿 嗯 嗯 你是 你哪有爱的因素啊 我觉得你爱的别的哪 我都是装出来的 爱爱 也都是装出来的 太惨了吧 你看发布都是发布我们看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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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们工作太辛苦了 我一定要展示自己的火力出来 那你们早点下班 早点结束 好 我觉得 我觉得你装 如果你真的是装的我也配 我觉得因为这个测试它是一个娱乐上的东西 它不是特别的准确它大家涂个乐就行了 这一次我们把杂志拍摄的主题是与丧的和谐共处 嗯 你平时会有Emo或者很丧的时候吗 你怎么看到这些时刻的 其实我Emo的时刻比较少 你看我平时都老喝了 我觉得人有情绪都很正常 没人如果人没情绪 所以我们就想挖住一下你这种时刻里面是 我一般就是这个 你建议平衡来讲 每个人喝了酒的状态不一样 哦 我是因为Emo可能才有的时候小卓有点 哦 就你喝酒了你就会你就是说明你Emo了 但是我平时也会喝 我可能Emo的时候就比小卓要多一点 哦 就是就会喝这用酒就麻痹一下 嗯 对 淘宾虽然可耻但是有用 但是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就是观看呢 就是未成年人禁止饮酒 然后开车不喝酒 今年准备过去呢 来为今年的自己做一个总结吧 用两个词形容一下你的2023 我酒量变差了 可能是我老了 2023年过后就是我今年已经29岁了 马上过了30岁了 基本给我的身体机能 瞎一瞎 总结那就是变忙了吧 相对来说变忙了一点 但是我可以接受变得更忙 这样以后能变得更忙 嗯嗯 钱在照的完了 嗯 生活的专门 再来再给他加价码 支付宝道照100万元 好 好 那咱们能北京巡演见吗 那你想来吗 我想来 不勉强吧 我真的很想来 没有勉强你吧 我真的真的想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 我们就到这里哈 胡迪二一帝快乐林俊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那你一定来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